圆葱像我这样做,全家人都爱吃 准备一个蓝色的圆葱,去皮 顶刀给它切成丝 切好给它抖拢开 再准备点胡萝卜切成丝 青椒给它切成丝 碗中放入所有的食材 空碗里打入两个鸡蛋充分搅散 搅好的鸡蛋倒入圆葱室内 加入98粒金盐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提鲜的生抽 用我的左手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一勺普通面粉 一勺玉米淀粉 给它拌匀,拌成这个样子 平底锅熨热,刷上一层油 放入圆葱丝 用铲子按压成饼 撒上非洲黑芝麻 小火煎至底部定型 翻煎另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 取出改刀切块 圆葱像我这样做老美味了 喜欢的双击保留 感谢大家支持